高中时柳如烟如天神一般 拯救了被霸凌的我 自此以后 他就是我少年时的月亮 渴望而不可得 幸运的是我最终得到他了 在张之燕出国以后 不幸的是 我清楚地知道他只是将就 我为他亲近所有 当了五年田狗 抵不过张之燕回国后勾一勾手指 当亲眼两人在酒店翻云覆雨的那一刻 我后悔了 我急切地吻着柳如烟 双手去解他衣服的扣子 张之燕回国了 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继续一点什么来证明柳如烟是属于我的 可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身下的柳如烟一把推翻了我 脸上满是厌恶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柳如烟眼里的厌恶化作了无尽的担忧 你别急 我马上到 说完就匆匆离好衣服丢下一句 我有点是出去一趟 独留我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 一动不动 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二次了 自从张之燕回国 他庞佛变了一个人 过去五年的相近如冰化为了泡沫 苦笑一声 我想我需要一点酒精来麻痹自己 舞台上的歌手唱着像风一样自由 台下的我一杯一杯地借酒消愁 慕俊看我这颓丧的模样 有点无奈 不是哥们说你 张之燕那个接风宴是在我家酒店摆的 当时两个人那眼神都在拉丝 这么个情况 你被律是迟早的 我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没那么严重 同学骂 难免 慕俊低声骂了一句脏话 将领你好歹是干律师的 能不能清醒点 当了五年的舔狗 非要我拿着床罩扔你脸上 才肯死心是吧 我沉默了很久 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慕俊 你不懂柳如烟与我而言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慕俊冷笑一声 是 我他妈不懂 谁能懂你这个大情圣啊 下次别喊我喝酒 五个女朋友档期排不开 说完掉头就走 能看出来她是气狠了 我满脸自嘲 江陵啊江陵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扫了眼手机 晚上十点没有短信 没有电话 我颓丧的靠在椅子上 这十年我对柳如烟的迁就 是刻在骨子里的 比如说现在 哪怕喝多了 我也依旧记得 她说过十一点不回家 就别回来 跌跌撞撞的起来 叫了个代驾 到时间了 得回去了 迷迷糊糊的上了车 喝多了胃里翻江倒海 突然有人递过来一瓶水 大哥 你喝点水吧 这酒量不行就少喝 那脸色都煞白 不知道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 我突然有点心酸 瓶口已经被拧开 一口气喝了半瓶水 我哑着嗓子开口 小姑娘看你年纪不大 怎么来干代驾 万一碰见坏人呢 看不清她得正脸 听声音年纪不大 果然她接着回道 那啥 我大学生兼职 文化课不行 干不了家教 坏人遇见我 那得担心她自己 这小姑娘一看就是个爽快人 我的心情莫名好了一些 带着酒意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开口 是家里条件不好吗 哪个学校 我可以资助你 小姑娘乐呵呵的 别见 我有手有脚的 我外婆说了 能吃苦的人都哪里都死不了 不过不管咋说大哥 多谢你啊 我觉得哪里不对 可脑子却不听使唤 摇头笑了笑 结束了这个话题 小姑娘车记很稳 很快就到家门口 我付款她的时候 多加了五百小费 她把钥匙递给我 大哥 你这多给了钱 是喝多点错了 这时我才看清她的脸 刚在车上没发现 她的骑士很高 起码170以上 红扑扑的脸上 有圆圆的大眼睛 长相和性格都很讨喜 你收着吧 这是那瓶水的钱 小姑娘也不客套 只是眼睛弯成了月亮 从后备箱搬下电动车 那行 我不客气了 我走了 你回去慢一点 看着她骑着小毛驴 慢慢走远 我提不上楼 打开家门一片漆黑 自嘲地笑笑 江陵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二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在锻炼了 阳光下的她 惊人的美丽 她看到我走过来 犹豫了一下 解释得很敷衍 昨天有点事 回来都晚了 我嗓子有点疼 喝了口水 壮若无意地问 什么事啊 那么紧急 你们投行加班吗 她轻轻看了看我 然后转移了眼神 没事 就是一个老同学 遇到点麻烦 此时 我痛恨自己的职业 能一看就看出 她眼里的心虚 所以又是去陪张之宴了吗 垂眸掩盖眼中情绪 过几天 就是我们结婚三周年 能不能陪陪我 可能是心虚 柳如烟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如烟地看着 她忙碌的背影 喃喃自语 降临再是最后一次吧 算是给自己的青春 一个交代 这是我爱她的第十年 在一起的第五年 结婚的第三年 我提前一个星期 给丈母娘抱了旅行团 只想有个短暂的私人空间 然后又精心准备了鲜花 蛋糕 红酒 还有一对 刻着我们纪念日的戒指 甚至暗戳戳地买了一条 能露出腹肌的睡袍 结婚三年都没有孩子 我有点着急 而今天是个好日子 一切准备就绪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江先生 您预定的两人餐里面的 爆纸花椒没有了 可以换成疗爆纸额掌吗 我愣住了 我从不吃花椒 总觉得有点心 喜欢吃花椒的是张志燕 那个柳如烟 从没有忘记的竹马前男友 这一刻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意识地抓起车钥匙 半小时后 我站在整个海市 最浪漫的餐厅外面吹着冷风 手机收到一条信息 江玲 临时加班 你不用等我了 看着餐厅里 相谈甚欢的两个人 我自嘲地笑了 江玲 你明知道的不是吗 明知道 你永远争不过张志燕 如果不是他出国 你也偷不来这五年 心脏处传来细密的疼 我仿若无事发生般地回到 好的 那你记得吃饭 不然又要胃疼 隔着一块玻璃 柳如烟脸上的笑容一致 张志燕察觉到了 打去道 柳如烟 跟我吃饭 你居然走神 柳如烟文言 立马将手机盖在桌子 一点公司里的事 你别在意 张志燕却不肯罢休 那不行 得罚你 好久没回海市了 变化好大 你得尽一下地主之一 柳如烟笑得很温柔 几乎没有犹豫 好 听你的 声声入耳 每字每句都清晰无比 原来并没有那么忙啊 只是我不配而已 如果说张志燕没回来之前 我还可以继续欺骗自己 他就是这样清冷的性格 可张志燕回来以后 如此鲜明的对比 彻底将我打回原形 掏心掏肺 抵不过怦然心动 白米饭比不过猪杀制 江灵 柳如烟不爱你 哪怕你追逐了他十年 他说的最多的也是谢谢 辛苦你了 这一刻 我好累 身心俱疲的那种累 长长地输了口气 再一次看 向张志燕和柳如烟确定 了别说十年 就是二十年 柳如烟也不会这么对我笑 江灵 五六五年也五不热的心 不如就算了吧 可是光想一想 我的心就有点疼 拎着一瓶啤酒 晃悠悠地走回家 柳如烟没到家 反而是应该在云南的丈母娘 坐在沙发上吃着小蛋糕 她有糖尿病又喜甜 退休后几乎每天都要来一趟 所以家中几乎不放甜食 每次偷摸着吃 我也总要想尽办法地劝她 不过大多数时候 我前脚刚把甜食扔进垃圾桶 后脚她就打电话 给柳如烟告状 今天我看了一眼 就直接向卧室走去 可她偏偏不肯放过我 江灵 你眼瞎了 看见我也不知道打个招呼 没家教 我也不生气 站在原地如烟地看着她 妈 以后你要是过来 麻烦钱打个电话 不然我还以为家里尽小偷了 丈母娘眼睛一瞪 你就这么对长辈说话 回头我肯定让如烟跟你离婚 我丈母娘是个典型的人精 她知道柳如烟吃定了我 所以有些肆无忌惮 往常我都会让着她 不过现在我只想好好睡一觉 随口敷衍道 好你现在就可以让她跟我离婚 这句话不知道戳到了 丈母娘哪个点 她一把推掉餐桌上的烛光晚餐 江灵 我们柳如烟可是年薪百万的企业高管 那追着她的人都排队 离就离你可别后悔 一股烦躁涌上心头 我眉头紧锁还没来得及说话 柳如烟回来了 三 她看着客厅里的一片狼藉 也皱了皱眉 江灵 怎么回事 真的搞笑 她明知道自己亲妈是个什么玩意 反而来质问我 我也不知道 不如你问问别人 柳如烟一愣 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江灵我不是那个意思 毕竟我妈都那么大年纪了 你总要让一让她吧 丈母娘也顺势哭了起来 如烟啊 江灵不让我来看你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我一天不见你都不行 而且她明知道我糖尿病 还买了小蛋糕 她就是想害死我 柳如烟这才看到了蜡烛和鲜花 她沉默了片刻 江灵你有心了 我无力地扯了扯嘴角 不重要 我有点累先去睡一会 她试图拉住我 却被丈母娘打断 她有什么心 刚刚还说要跟你离婚呢 离就离 反正支燕也回来了 柳如烟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妈 别说了 然后有点心虚地看着我 我却恍若未闻 顺手反锁了房门 洗了个热水澡 倒床睡了个昏天暗地 等醒了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干 客厅里传来说话声 伸头一看 丈母娘亲热地拉着张支燕的手 支燕 你怎么说这么多 听阿姨的话 别去那个M国了 那地方风水不好 张支燕轻轻点头 愿意 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以后天天来看您 这画面挺温馨的 丈母娘乐得合不拢嘴 直到两人看到 去厨房倒水的我 丈母娘冷笑一声 支燕啊 你愿意我没服气 没能找到你这样的女婿 有些人睡到不知道几点起来 我就是饿死了 也没人知道 张支燕文言挑了挑眉 冤一 你别这么说 不是女婿 我也算你半个儿子 如果是以前 这个时候 我大概已经满心郁闷 现在就算了吧 妈 你六十不是六岁 这要是也能饿死 只能说你命不好 丈母娘脸上的通红 江灵 你有病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张支燕连忙贴心地帮丈母娘顺气 又趾高气扬地看着我 江灵 你平时就这么和原音说话啊 毕竟是晚辈 很没品 我挑眉一笑 再没品也比不上某些人 基于别人的老婆吧 说吧 也不管两个人是什么表情 就收拾收拾准备出门 可丈母娘一把拉住我 江灵 你走了午饭谁做 我吃不关外面的东西 重油重糖的不健康 我站在玄关忍不住笑了 有的人啊 她知道你的好 享受你的好 然后践踏你的好 妈 不健康就自己做 你是糖尿病 又不是断手断脚 从昨天到现在 大概是我态度转变太大 丈母娘明显没有适应 相比之前的蛮不讲理 她现在反而有点坠坠不安 难得地软了语气 我不会做的呀 以前都是你做的嘛 是啊 想想都想笑 我一个大男人 为了讨好他们母女 练了一首好厨艺 越想心越堵 我有事宁字变 丈母娘还要再说什么 张之焰立马笑着开口 园仪 我知道有一家四处很好的 你要不要尝尝 我丈母娘眼中金光一闪 立马就松开了我的手 轻轻热热地挽着张之焰 还是我们之焰孝顺 那我今天有口福了 张之焰挑衅地看了看我 我的内心毫无波动 我太了解我丈母娘了 现在这种情况就像是 你丢了五十块会难过 但是又捡到了一张百元大钞 失落的心情就会荡然无存 现在在她心里 张之焰就是百元大钞 可又有什么用 以后还会有金钞银钞 贪心的人永远不会满足 一如现在被嫌弃的我 在柳如烟落魄的时候 何尝不是百元大钞呢 四 海市领海 海边小酒馆里 慕俊一锤锤向我的胸口 有生之年能看到你告别恋爱脑 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摇头失笑 不至于我很清醒 慕俊撇撇嘴 一如既往的嘴毒 清醒的沉沦更加伤人 那一家子我看到就想吐 你特妈也不是不知道 不过就是非要王石里钻 我随手拿起一把肉串 堵住她的嘴 越说越离谱了 不过是我爱上一个人 为她撞了南墙 才知道此路不通 慕俊直翻白眼 也不知道是噎的还是气的 闭嘴巴你 你就说现在打算怎么办 柳如烟的身家可是非常丰厚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不该我的我不拿 眼看慕俊又要跳起来 我连忙按住他 该我的我也不会不要 放心吧 我是律师 这方面我有数 慕俊长舒了一口气 吊耳郎当地靠回椅子上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离 不确定 再看看吧 慕俊听到这话猛灌了一口酒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还在犹豫 我可告诉你 今天赶在纪念日放你鸽子 明天就赶把人带回去睡你床上 我哑然失笑 慕俊这话操理不操 纵容确实只会让别人 不断践踏你的底线 可十年的沉默成本 我的付出的太多 实在需要时间 去适应阶段反应 不然我怕自己会死掉 突然慕俊眼神里冒着杀气 直直地看向门口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张志燕亲密揽着柳如烟走了进来 柳如烟 听说这是海市有名的网红酒馆 今晚不醉不归 柳如烟不住地看着手表 有些挣扎 可到底加不住张志燕的软磨硬泡 好吧 曾几何时 我也跟柳如烟说过这个酒馆不错 有时间可以来试一试 只换来他冷若冰霜的一句 江灵 我真的很忙 请不要自私地占有我的休息时间 心脏猛然一抽 我疼得弯腰捂住胸口 嘴角却不自觉上翘 很好 戒断反应开始了 可能是因为动作太大 抬头的时候 正巧和柳如烟的目光撞上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似乎有点僵硬 张志燕也看到了我们 拖着柳如烟就过来打招呼 江灵 你们也在啊 好巧 我还没开口 慕俊抢先开始阴阳怪气 巧什么巧 出门遇狗 真晦气 张志燕不理我们 只转过头问柳如烟 你老公是不是对我有点误会 看着张志燕这服模样 柳如烟那丝僵硬彻底消失 他冷冷地看着我 我和张志燕是发小 出来聚一下再正常不过 你在闹什么 从头到尾没有说话的我 躺枪了 压住胸口的酸胀 我笑着开口 问慕俊性格比较直 你们多担待 然后顿了顿 又接着说 这家的酒馆确实不错 你们可以试试鸡尾酒 可能没听到想要的答案 柳如烟的脸色有点难看 他如烟地看着我 是吗 那一会一定要试试 我坐回沙发笑着点头 试以他随便 柳如烟拉着张志燕 就坐在了我们斜对面 张志燕挑衅地冲我勾了勾唇 柳如烟 既然遇到了不如坐一桌吧 我们两个单独喝酒不好 对于张志燕柳如烟向来纵容 他一边翻看着菜单 一边一有所指地说 没事 江灵说了他不在意 我背对他们食不知味 甚至在开酒的时候搁到了手 指尖的疼痛让我缓过神来 慕俊急急忙忙地让服务生拿酒精和窗口贴来 然后恨铁不成钢地低声说道 你就不能争点气啊 伤口有点深 鲜血一滴滴落在洁白的桌布上 我艰难地扯起嘴角 这次有点丢人 下次应该会好点 呜 因为手受伤 我们也没继续喝了 慕俊妈妈咧咧地买了单 妈的 这种女人要得做什么 餐厅服务生都知道问你要不要去逢个针 她倒好反而更开心了 我看向柳如烟 她的心情确实好了很多 甚至细心地让服务员把所有的酒都开好 张志燕越发得意 柳如烟 我没那么蠢 开个酒都能滑到手 柳如烟抬头看了看我 然后柔声对着张志燕说道 小心点好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一眼就看出她是故意的 这是对我刚刚太过淡定的惩罚 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她可以不爱我 我却一定要爱她 突然一阵恶心 我跌跌撞撞地冲向卫生间 却什么都没吐出来 等到洗完手出来的时候 柳如烟等在了门口 她的表情就是那种 果然你装不下去了吧 那种窃喜和笃定 让我有些生理性不适 江灵 我和张志燕真的没什么 你不必这样 镜子里我的脸色有些苍白 手上的伤口崩开了在渗血 她却都没在意 我哑着嗓子 艰难地点头 笨 你们是发小 也是曾经的恋人 我能理解 柳如烟一把拉住我的手 眼里满是不解和埋怨 江灵 你什么意思 欲擒故纵 真的没有 我真的只是觉得很正常 另外 你可以换一只手抓吗 柳如烟这才注意到 我的左手已经渗血 她有点慌乱 对不起 我 我刚刚没有注意 慕俊刚从车库回来 急步冲上来 推开她 你有病啊 眼睛瞎了 你就去治 别他妈在这里 祸害我们江灵 慕俊 我们夫妻的事情 不劳烦你插手了 柳如烟向来不喜欢慕俊 觉得他满口脏话 太过粗俗 慕俊也不喜欢柳如烟 觉得他装逼 两人每次都是争风相对 果然慕俊看着柳如烟一声冷笑 你们夫妻 我呸 江灵受伤 你整得和棒锤一样 这样的老婆要来干什么吗 做标本吗 说完还觉得不解气 又骂了几句脏话 然后小心翼翼地拉着我 别离傻逼会被传染 代价来了 走 我们去医院 柳如烟的脸色清白交加 我沉默着和他擦身而过 去医院缝完伤口 已经快十一点了 慕俊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不服就去干张之夜那小子 干不过给他打电话 他带家伙来帮我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遇到慕俊实在是我这悲惨的人生里 为数不多的幸运 知道了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慕俊双手抱胸 不屑地白了我一眼 你们这群理科生 真的都喜欢钻牛脚尖 你快点离 我女朋友他们短跑队里全是极品 到时候随你选 我轻轻捶了他一拳 好 那你先留意着 行行行 上楼吧 我也走了 明天还有训练 看着慕俊的大鸡谱奔驰而去 我也慢慢走回家 或者说那个戒断基地 不过意外的是 柳如烟今天回来的比较早 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我直接往二楼走去 他忽然出声 江灵 你最近好像变了 我蹲下脚步 你是说哪方面 这一刻他眼里的茫然 不似座位 喃喃开口 说不清楚 可你和之前不一样啊 为什么 我笑了 满是自嘲 被骗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 纪念日那天你去哪里了 他先是一愣 接着有点心虚 那天是凑巧 张志燕临时打的电话 说车坏了 你也知道我们是发小 我就去接他了 毕重就轻全是废话 没一句重点 然后呢 他在装傻 什么然后 我叹了口气 然后你们去了木箱里 你很开心 他也很开心 张志燕还订了一束红玫瑰 送给了你 柳如烟精致的脸上 第一个反应是惊慌 然后开始恼羞成怒 你跟踪我 江陵你懂不懂什么叫个人隐私 你总是这样 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这样真的会把我逼疯的 我按了按心脏 好像不那么痛啊 这是在逐渐适应吗 这个餐厅我们吃过 金卡留的是我的号码 很不巧我接到了电话 下次记得 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柳如烟不知怎么的有些烦躁 你不是早就知道 我和张志燕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抓着不放呢 现在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这样闹有意思吗 不停的反问是心虚和强势的表现 柳如烟这种天之娇女 不管多大年纪 骨子里的傲慢是没办法改变的 或者说 在她心里我根本不配得到温和的解释 我突然也有些烦躁 我也说了很多遍 我不在乎 我能理解 你能不能闭嘴 话一出口 我愣住了 柳如烟也愣住了 这是五年来 我第一次用这种不耐烦的语气 跟她说话 气氛陡然沉默 六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之后 柳如烟突然开始暗示回家 对此我并没有太大反应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可张志燕似乎有点着急 着急得很异常 按道理来说 她不应该如此愚蠢 江陵 是男人就出来见一面 我看着窗外带着寒意的秋雨 回了一句好 茶室里 我们面对面而坐 平心而论 张志燕确实长得不错 各方面条件也好 不怪柳如烟一直念念不忘 她直入主题 江陵你和柳如烟离婚吧 如此理直气壮的语气 让我想笑 她和柳如烟是一种人 从小生活在富足的环境里 天然觉得自己高人意的 凭什么 她轻蔑地笑了 你是知道的 我和柳如烟 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据我所知 你这些年很卑微 柳如烟都没有把你介绍给他们 我指尖轻轻扣着桌子 五年很多事情都会变的 不管怎么样 在柳如烟最艰难的时候 是我陪着她的 张志燕不自觉握紧了拳头 阴沉地看着我 那是我出国了 不知道你我心知肚明 柳如烟不爱你 做个男人体面一点不好吗 我刻意地激怒她 如果你真的这么有自信 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有本事你就自己来抢 没本事那我也没有办法 她果然上当了 江灵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柳如烟 你等着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难得有点好奇 这个蠢货会做出什么事情吗 也反问自己 江灵等真到了那一天 你会甘心吗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只是柳如烟回来的一天比一天早 这一天她捧着一大树百合 壮若无意地开口 江灵 街角新开了家花店 你看看这花香不香 我没想太多 顺手接过 只看见那一大树百合里 装着一个精致的手表盒 打开一看 是我很久之前 喜欢的那堆万国情侣表 以前每次陪她逛街 总要去试一下 所以按理来说 我现在应该很开心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内心却平静无栏 微微弯了下嘴角 谢谢 你有心了 然后随手把手表 放进了客厅的抽屉里 柳如烟脸上的笑容一致 买了就带啊 我记得你之前一直很喜欢的 是的 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这对表 或者说沉浸在新婚甜蜜里的时候 我喜欢一切 可以彰显主权的情侣配饰 当时在专柜里试了很久 我看着六位叔的价格 咬着牙掏出卡付款的时候 她拦住了我 算了 我不喜欢戴手表 有点重很麻烦 可是她却一直戴着张之艳送的那只情人钻 现在想想不是表带不习惯 而是人不习惯 如今她有意哄我 只是这些过往多少都带点苦涩 我摇摇头 我现在不喜欢戴手表 有点重很麻烦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这段感情里 她永远都是主导地位 永远都是我讨好她 迁就她 所以她根本没想过我会拒绝 她强称着笑笑 是吗 那回头我们去挑点你喜欢的 不用了 我一个大男人 不讲究这些 说完我就静止走向厨房 不管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还是要吃饭 等做好了饭菜出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调整好情绪 她笑盈盈地拿出一瓶红酒 喝点 我们很久没好好坐在一起吃饭了 我不可知否地愣了一声 酒精让柳如烟白玉般的脸颊泛起了飞红 她拖着腮娇媚地看着我 江灵 别生闷气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吧 以后我多陪陪你 你喜欢的我也会去试着喜欢 这句话来得很突然 她从来没有这么温柔地哄过我 我承认我有点心动 如果她真的能有一点爱我呢 江灵 这是你少年时的月亮啊 她肆意又高傲地对着那些霸凌着我的同学说 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 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卑劣 她如天使般出现在你面前 拉起了满身泥泞的你 在我愣神时 柳如烟慢慢拉开椅子坐在我腿上 温柔的呼吸打在我的脖壳 我本能地起了反应 她察觉到了 轻轻一笑 微微晃动身子摩擦着我的大腿 伸出丁香小舌轻轻地咬着我的耳朵 我的身体止不住地轻颤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一方面我们两个都很忙 另一方面她也并不是很喜欢我的触碰 每一次我都需要软磨硬泡很久很久 才能得偿所愿 久而久之的 我也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 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主动过 这个行动的样子让我着迷不已 压着声音正准备开口 可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从天堂坠入地狱 江灵 你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现在这样我很不习惯 所以并不是喜欢吗 只是不习惯 不习惯那个百亿百顺的江灵 不做舔狗了 心脏处又传来针扎般的疼 可柳如烟却一点都没发觉 她的手伸进得我衬衫里摸着我敏感的胸肌 我一把按住她 抱歉 今天有点累 柳如烟愣住了 反应过来时又有点恼羞沉默 江灵 你到底在闹什么 我不是已经在哄你了吗 真的是够了 说完她就气冲冲地回了房间 独留我一人在昏暗的客厅沉默了很久很久 是啊 江灵你在闹什么呢 既舍不得离婚 又不愿意拉下身子将就 你可真是个没用的废物 七 第二天是周末 我和柳如烟两个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状态 她进客厅我去书房 她回房间我去厨房 同在一个屋檐下 基本零交流 可偏偏谁也不愿意出门 也不知道叫什么劲 不过 我那个好几天都没看到人的丈母娘 倒是在吃饭的时候过来了 她一进门就喊着 如烟 你这几天怎么不接支烟的电话 那孩子今天来看我 都瘦了一大圈 妈妈看着都心疼死了呀 柳如烟放下手里的书 妈 我这几天忙 丈母娘乐呵呵地把手里的驴排包递给了柳如烟看 再忙也不能不接电话呀 你看看支烟多孝顺 我那天随口说的喜欢这个包 她今天就给我送过来了 有孝心哦 不像你那个老公 我死了她还要鼓掌呢 柳如烟听到丈母娘夸张支烟的时候 嘴角不自觉流露出温柔的笑容 确实 支烟从小就比较细心 丈母娘深有同感的点头 是的呀 那孩子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要不是你爸爸出了事 你们早就结婚了 有降临什么事哦 我坐在角落里默默出声 妈 我还没死呢 丈母娘一惊 这才看到坐在饭桌上的我 她理直气壮地骂道 什么死不死的 那么难听 我们如烟和支烟那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关系好点也是很正常的 你一个大男人小度鸡肠的 也不觉得丢人 眼看着丈母娘越说越过分 柳如烟到底拦住了她 妈 不关江林的事 我这几天确实忙 丈母娘冷笑一声 把包轻轻放在沙发上 然后微精正做 如果是工作忙那是最好的 如果是因为某些人无理取闹 那我肯定是要管一管的 支烟那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是我的半个儿子了 我看着丈母娘这副 盛气凌人的模样 不禁陷入沉思 看来我以前真的很窝囊 所以她才敢如此 肆无忌惮地提起张支烟 或者她就是故意的 故意说这样的话 想逼我给张支烟腾位子 呵呵 不管那种都不重要 我随手将筷子一扔 妈 别怪我提醒你 当年岳父破产跳楼的时候 你那半个儿子 可是举家搬到了美国 半点没管你的死活 丈母娘听了这句话 气得脖子都红了 你怎么说话的 你那对毒鬼父母 就这么教你顶撞长辈啊 果然是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没文化的父母 教不出来有教养的孩子 他想了想又觉得不解气 怪不得上学的时候 如言说什么别人霸凌你 我看啊 你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人家孩子怎么不霸凌别人啊 我脸色煞白 那些被埋在记忆深处的回忆 接踵而至 高中时期的孩子 已经很聪明了 仅仅几个月 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摸清楚了 什么样的小孩可以动 什么小孩不可以动 而父母名声不好的我 首当其冲 才开始我也会反抗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爸妈 他们冲到了学校 吵得天翻地覆 不过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额钱 那些欺负过我的学生家长 一家赔了两千块 我爸妈喜笑颜开的就走了 完全忘记了遍体鳞伤的我 从此以后我深入泥潭 他们变本加厉地霸凌我 将临原来两千块 就可以把你打得半死啊 你可真便宜 他们会在放学的时候 把我拖进小巷子打我 会把我拖进厕所 扒光衣服 用马克笔写各种 侮辱性的词汇 会在班级后排 比我从他们的胯下钻过去 那些画面 一幕幕从我脑海中闪过 我紧紧握着水杯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可是没用 身体依旧在剧烈地颤抖 柳如烟大喊了一句 妈 够了 然后冲上来抱住我 江灵 没事的 我在的 我在的 我激烈地挣扎 溢水杯砸到丈母娘的身上 丈母娘食声尖叫 你有病的 你这个真的有病的 然后抓起包就跑了出去 柳如烟安抚地拍着我的后背 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倒在她怀里疲惫地睡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柳如烟睡在了床边 应该是守了我一夜 看着她田径的睡颜 我一阵心酸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我下定决心的时候 又来关心我呢 忍不住伸出手 想摸摸的她得侧脸 她一下惊醒 江灵你没事了吧 刚刚吓死我了 我转过了头看向窗边 童年的阴影伴随一生 这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最真实的验证 柳如烟摸摸我的头 江灵这件事是我妈不对 我让她把家里钥匙换回来了 以后她不会随便过来 我呆呆地看着她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和她妈之间 选择维护我 真的吗 柳如烟扑斥一笑 真的 巴 也许是那些不堪的回忆 让我变得脆弱 也许是又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美好 总之 我们和好了 比刚结婚的时候还要甜蜜 现在我每天的心情都特别好 慕俊看我的眼神像看个傻子 说我前段时间好不容易清醒点 现在好了 直接恋爱脑晚期 我笑着跟她解释 这次不一样 柳如烟变了 她现在爱我 她吃笑一声 摇着头说我没救了 今天上班的时候 我想了想还是在抽屉里 把那只万国的手表拿了起来 嘴角不自觉弯起 仔细想想 其实也没那么重 戴起来也挺好看的 就是表带短了 老是扣不上 这个小糊涂蛋 连我的首尾都不知道 算了 看在是惊喜的份上 就原谅她了 心里琢磨的这 一会去调个表带 然后晚上给柳如烟 包个她喜欢的红参鸽子汤 她最近脸色不好 给她补一补 踩着点赶上了菜市场的晚市 买完菜 看时间还充裕 就顺路去了万国专柜 你好 这个表带短了 麻烦帮我调一下 销售员接过手表一看 先生 这个表带是掉过了的 我一愣 掉过了 当时她买的时候 我不在啊 销售员的脸色 突然变得很奇怪 有些吞吞吐吐的 啊 那我可能记错了 您稍等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我脑海里突然闪过张之焰的身高体型 她比我矮一点 这个手表她能戴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 就感觉有种含义从骨缝里蔓延出来 渗入我的皮肤 这一瞬间 我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消失了 销售员把调好的手表递给我时 我张了张口 想要问些什么 又拼命地克制住 江灵 既然选择了相信 就要试着信任她 不要让莫须有的猜疑 毁掉好不容易得到的美好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 强打起精神收拾食材 等到柳如烟回来 我克制那股想质问的冲动 笑着跟她说 老婆洗手吃饭了 柳如烟看到了一桌饭菜 拍了下脑袋 哎呀 忙忘了 今天临朝他们几个喊吃饭 这句话让我本来就难过的 心情更加低落 可临朝他们和柳如烟是发小 他们定期就要聚一聚的 我没理由拦住她 那你去吧 我自己一个人吃 柳如烟换好了衣服 抱了下我 什么 一起去 你要不要换个衣服 我正惆怅着呢 听到这句话猛然抬头 确定了一遍 我 我也可以去嘛 她一边补妆 一边温柔地笑着 当然 我们结婚也三年了 你们也该认识一下 心里的痛楚 荡然无存 柳如烟轻易地掌控着 我的喜怒哀乐 我兴奋地抱住她 转了几圈 老婆大人 我肯定不会让你丢脸的 然后就兴冲冲地 跑去挑衣服 等收拾好我们牵着手 到饭店的时候 人基本已经到齐了 毕竟是柳如烟的发小 我热络地和林朝他们打招呼 他们却不冷不热 摁了一句 再转眼一看 张之燕也在 我脸上的笑容 彻底淡了下去 九 张之燕身边坐着一个 娇小玲珑的女孩子 很艳丽 是和柳如烟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饭桌上 两人旁若无人一样的 打情骂俏 每多说一句 柳如烟的脸色 就难看一分 眼看气氛不对 林朝笑着开口 你小子可以啊 这回国不到一个月 就找到了一个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张之燕挑挑眉 表情却有些落寞 如果不是我爱的那个人 谁对我都一样 那女朋友当然好找了 这句话一出 柳如烟明显一正 张之燕身边的女孩子 却是不干了 你什么意思啊 是跟我玩玩吗 张之燕轻挑地看着她 无所谓地笑了 你听不懂 我刚刚说的话吗 我心里有人 其他都是江酒 能接受你就留下来 不能接受你就走 那女孩一巴掌 打到她脸上 哭着跑了出去 张之燕轻轻摸摸脸 对不住啊 我先自罚一杯 喝完了之后 又倒了一杯转向我 来 我敬你一杯 柳如烟的老公 哥们 我就没有你那么好的运气 另外 你的手表不错 早上的猜测 在这一刻被证实 我冷着脸开口 你什么意思 张之燕眼神在我的手表上掠过 然后轻蔑地一笑 没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你人不错 不过佩柳如烟差了点意思 早知道我也去当舔狗的 舔狗舔到最后硬有仅有 我再忍不住一拳头 砸在了张之燕的脸上 她鼻血流了下来 然后我们扭打在一起 一瞬间场面混乱无比 林朝他们拉了偏价 等分开的时候 我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可是说是凄惨无比 柳如烟砸了一个水杯 却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我 你们闹够了没有 张之燕坐在一片狼藉的地上 定定地看着柳如烟 好 是我闹 我以后不会再闹了 柳如烟 我张之燕 祝福你一生平安顺遂 祝你良缘美满 白头偕老 说完跌跌撞撞地爬起来 跑了出去 林朝一把扯住柳如烟 快去追啊 之燕喝了不少酒 柳如烟看着狼狈的我 咬了咬嘴唇 脚尖却不自觉地朝向门外 我爱声求他 别走这一走 我们就真的完了 他眼里闪过挣扎 还是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江灵 你喊穆骏来接下你 之燕喝多了 我怕他出事 说完就慌慌忙忙地追了上去 林朝他们看柳如烟走了 也自顾自地收拾东西 临走前还说了一句 什么玩意 真晦气 妈的 吃个饭都吃不好 我恍若未闻 只看着柳如烟慢慢消失的背影 眼里的光渐渐熄灭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他不爱我 自始至终他爱的只有张志燕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我绝望的时候给我希望 为什么要挽回我又放弃我 是 慕骏匆匆赶来的时候 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酒店大厅 他一把拉起我的胳膊 看到了一身的伤口 妈的 谁搞的 走 我带你去找场子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我再忍不住红了眼眶 慕骏 你是对的 他不爱我 他真的不爱我 听了这话 慕骏想给我一拳 又实在没地方下手 他转头翻了个白眼 真的服了你这个老六 谈个恋爱就和穷摇八点当一样 别什么爱不爱的了 快他妈去医院吧 说着一把假起 我往车上抗 边走还边抱怨 老子在酒店裤子都脱了 正准备大战个9981回合 现在我还得陪你去医院 妈的 你回头必须得请我女朋友吃顿饭 我知道他是在转移话题 裂开嘴笑得很难看 行 到时候地方随你挑 对不住了 可是我只有你一个朋友 慕骏停了一会 勾了勾嘴角 那你赚了 老子一个抵他们十个 我突然又有点想哭 这时车上传来一个硬朗的女生 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我整个僵住了 他车上有人 慕骏把我往后坐一丢 狗腿的跑到副驾上 轻轻老婆 老婆最厉害 我比你差一万万倍 那女孩子一笑 坐好 走了 我一动都不敢动 也快三十岁的人了 第一次见好友的女朋友 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点丢人 谁都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可慕骏这小子 居然还歪过头来跟我介绍 江灵 这是你嫂子 燕威 漂亮吧 我欲哭无泪 傻逼 车里那么黑 能看见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我尴尬的轻轻嗓子 嫂子好 燕威笑了 笑得很大声 算了 回头你请我吃饭的时候再叫吧 现在你都快哭了 好了 我悬着的心终于不跳了 到了医院 燕威应该是怕我尴尬 忙前忙后的帮我拿检测报告 慕骏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坐在长凳上沉默不语 柳如烟决然离去的背影 不停在我眼前重复 心里的压抑像一座大山 压得我喘不起来起来 我目着脸看向慕骏 你说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慕骏捂住眼睛一声长叹 那我照实说啊 月黑风高 孤男寡女 酒精催化 当然是干点爱干的事了 当然 如果你把他打得半死 一会你们可能会遇见 话音刚落 我心底就传来剧烈的疼痛 这种疼反而让我有种诡异的冷静 就像是火山爆发前的平静 我往后依靠 没有林朝他们拉的偏价 他没怎么受伤 慕骏怂怂间 不肯再说了 我的手机叮咚一响 张志燕发了一条消息 上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房卡 房间号是1823 慕骏伸过头一看 我打嘴 好的不灵坏的灵 这狗真不是个东西 那傻眼不见心不凡 也许他们盖着棉被 纯聊天呢 这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 又剧烈地翻滚起来 像熔江一样沸腾 怒火湮灭了理智 我紧紧捏住拳头 呵呵 这么迫不及待吗 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为什么呢 咬着牙转过头 看向沐俊 你知道这是哪个酒店吗 沐俊一愣 这你就问对人了 根据我的经验 是青木酒店 然后有点兴奋 怎么 你要去桌间啊 你等着我摇人 我惨淡一笑 不用摇人 我们律师这一行 向来不用 武力解决问题 走吧 沐俊看 我是下定了决心 他傻 也没说跟烟薇打了个招呼 扶着我就出了医院 十一 青木酒店外 我冷静地打了报警电话 举报有不正当情色交易 沐俊瞪着天真的大眼睛看着我 这有用吗 他们是不正当 但是没有交易吧 我轻轻勾了勾受伤嘴角 疼痛让我清醒 现在没太大用 不过在诉讼离婚中 警察局的那份笔录有用 并且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这份笔录我会有用上的一天 打完电话我就走到前台 开了个1823隔壁的房间 上楼的时间里 已经听到了看警笛的声音 我轻轻眼上房门 如烟地等待着警察破门而入 幸运的是 没让我等太久 我把手机交给沐俊 叮嘱他全程录像后 紧跟着后面进入房间 站在角落观察着 如果说之前 我心里还藏着一丝隐秘的渴望 那现在我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 无论怎么养头 都在快速下沉 昏暗的灯光 新山的味道 散落一地的衣服 无不招视着刚刚发生了什么 说来可笑 那套紫色的内衣 还是我买的 因为很衬柳如烟 白皙的肤色 张之彦只裹着玉袍 皱着眉解释着 你们搞错了 我们是男女朋友 柳如烟全身味着寸缕地缩在床上 露出的胳膊上点点红眉 她脸色极其难看 一开口声音有些嘶哑 甚至还有一丝情欲的味道 是的 我们是男女朋友 请你们出去 从出事到现在 我冷静得可怕 可听到这句话 还是忍不住自嘲地笑了 突然想起一个笑话 我老婆有男朋友了 我应该怎么办 因为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所以柳如烟看到了我 很难形容她现在的表情 食辱 难堪 羞愧 后悔 张之焰则直接冲了上来 是你对不对 你怎么这么恶心 我轻轻一躲 嘲讽地开口 还要多谢你给的房间号 然后慢慢走到柳如烟面前 弯下腰笑着问她 爽吗 她比我厉害吗 你的嗓子都哑了 柳如烟终于控制不住 抓起枕头就扔向我 滚 你滚 滚出去啊 被暗住的张之焰 嘴里不甘不敬地骂着 妈的 江陵是男人就单挑 别用这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相对而言 我淡定多了 我们文明人可不干违法的事 闹了这一出 警察也猜到是什么情况 都跟我们回一趟警察局吧 审讯室里 年轻的警察公事公办 做好笔录以后 她看着躲在张之焰怀里痛哭的柳如烟 拍拍我的肩膀 哥们 虽然能理解 但你这属于报夹警 以后别这样了 我鞠躬表示歉意 真的很抱歉 但是我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年轻的警察叹了口气走了 慕俊的表情略有些猥琐 这是男人都懂的 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如烟地看着哭泣的柳如烟 还有恶狠狠地看着我的张之焰 心中涌上剧烈的快感 在一起那么久 我太了解他们这种人了 所谓的颜面就是他们的命 现在这样可比打她一顿难受多了 我就是把他们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 我就是要恶心他们 妈的 凭什么 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难受 大家都得一样才叫公平 垂眸掩饰眼中剧烈的情绪 转身看向慕俊 走吧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十二 慕俊让我去他家住几天 我拒绝了 毕竟是我自己的事 没必要把他搞得心情不好 漫无目的地走在繁华的街道 愤怒散去以后是无尽的悲伤 我自虐似的 反复回忆着房间里暧昧的画面 柳如烟白皙肌肤上的吻痕 沙哑的嗓音 他是不是很快乐 是不是比和我上床有意思多了 心脏的位置如针扎一样的疼痛 疼入了我的骨髓 连灵魂都在颤抖 终于忍不住跪倒在无人的街角 泪流满面 我年少时的月亮脏了 我的青春没有了 哭了不知道多久 我麻木地站起来 回了那个曾经的家 家中空无一人 想来是和张之燕在一起 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和所有证件 走出客厅的时候看到了结婚照 照片上的我笑得很开心 柳如烟却没什么表情 摇头苦笑 大步走出家门 去了另外一套房子 此时难免有点庆幸 还好不至于流落街头 感谢那个因为想帮柳如烟还债 拼命努力的自己 日子过得很快 我感觉自己的状态稍微好点的时候 给慕俊打了电话 上次嫂子忙前忙后的搞得也不好意思 你看哪天有时间我请吃饭 慕俊那边有点吵闹 他喊着 你等我一下 我去找我媳妇 过了一会 电话换了一个人接 燕威爽朗的声音传来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不过刚好在训练 我得带着个队里的小姑娘一起去 你介意吗 我连忙表示 没事 没事 别说一个 十个也行 那行 时间地点 你发沐俊手机上 我们晚上见 电话又回到了沐俊手上 他压低声音 贼嘻嘻地说 别说兄弟不帮你 我特意组得局 你别给我掉链子啊 我 咱就是说大可不必 燕威是短跑教练 他的队员应该年纪不大 所以 我特意选了一个 适合学生吃的老铜锅涮肉 热闹一点 出车库的时候 刚巧和睦俊他们迎面碰上 燕威微笑着 一把薅住一个低头玩手机的女孩子 皮笑肉不笑地说 这是马安安 那个叫马安的女孩 头也不抬 教练你等我会 这里闹市区 我抢的代价单子 我一听 声音怎么熟悉 然后他抬起头的瞬间 我们两个都愣住了 一口同声地开口 醉酒大哥 代价小妹 沐俊和燕威一脸猛 沐俊戳了戳我的胳膊 咋的 你认识安安啊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 马安爽朗地一笑 我之前接过这个大哥的代价单子 他还给了我五百小费呢 沐俊一听 立马精神起来 哦 这么有缘分啊 他挑眉看了我一眼 然后霍马安安并排走 快给你施工说一下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他怎么就给你转了五百小费呢 沐俊有意不让我听 所以两个人走得越来越快 我一脸无奈 我们也走吧 等都到了包间 很明显两个人的话题已经结束了 沐俊完威地看着我 眼里都是故事 我翻了个白眼 他到底在脑补什么 顺手把菜单递给了烟薇他们 嫂子 你看看想吃什么随便点 烟薇接了过去递给了马安安 听见没 让你随便点 放开胃口吃吧 这句话一出 马安直接欢呼起来 圆圆的大眼睛弯成了月牙 还冲我弯了下腰 多谢姜哥 那我不客气了 我忍不住笑了 真是个活泼的小姑娘 笨 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不一会 涮菜就端了上来 好家伙 全是肉 一点蔬菜不沾 马安和燕威都埋头苦吃 根本不带搭理人的 我和穆俊相识一笑 时不时也吃上两口 马安吃着吃着就抬起了头 姜哥 你是不是不爱吃肉啊 我有点讶异 他怎么知道 应该是我眼里的疑惑太过明显 他得意的一笑 我看到施工还时不时加点肉 你基本只吃店底的菜叶 说完他登登登跑去收银台 又点了几个蔬菜 姜哥借花献佛哈 你也要吃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我心下意暖 慕俊是男人根本没有那么细心 真的已经很久没有人 这么照顾过我的感受了 行 多谢 我一会多吃点 可让慕俊这狗东西逮到了 他掐着嗓子开口 大哥 你可千万多吃一点啊 一桌子笑成一团 我轻轻捶了慕俊一下 你能不能正常点 慕俊转头就和燕威告状 媳妇我受伤了 有人暗算你老公 燕威直接塞了口肉进他嘴里 你先忍一忍 等我吃完再说 一桌子又笑成了一团 今天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十三 走出饭店的时候 慕俊让我送下这个小姑娘 然后猴急地拉着烟威就走了 我暗骂了一句臭小子 转头跟马安说上车吧 晚上的海市很堵 他拖着塞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发呆 姜哥 你说我以后能买得起这里的房子吗 我转头看了看他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马安安认真地看着我 想了很久 这里的房子有电梯 我外婆就可以不用爬楼了 职业习惯我下意识开始分析 这个姑娘和外婆住一起 对了 第一次遇见的时候 她也只说了外婆 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 装若无意地开口 那你父母呢 这边的房子不便宜 一家人一起努力会简单点 马安安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变成点点苦涩 他们走了 我立马反应过来 他说的走了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地道歉 对不住 我不知道 他很快调整过来 随意地摆摆手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知道 这绕口令一样的话 让我又忍不住笑了 不知道为什么 和他在一起 我总是特别开心 很快他家就到了 是那种破破烂烂的老小区 叫四城花园 路上要绕过好几个 没有路灯的巷子 他又干代驾回来的肯定时 我下意识皱眉 这太危险了 偏偏这个小姑娘无知无觉 她欢快地跳下车朝我挥挥手 谢谢大哥 再见 我停在原地 看着她一层一层地往上爬 到第五层房间里的灯光才亮起 怪不得想买电梯房 五层楼对于一个老人家确实很难 想着想着 我又清醒过来 江林这又关你什么事 你想太多了 然后又自言自语地开口 我就是欣赏她的性格 像个小太阳 又能干什么呢 摇摇头一脚油门踩下去 回到那个清冷孤寂的家 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 前台妹子的脸色很难看 她表情复杂地开口 江律师 你的丈母娘来了 我把她请进你办公室了 我眉头紧锁 她来干嘛 我和柳如烟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 一推开办公室的门 那个这老太太 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她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让你欺负我们如烟 那么大年纪 我只能按住她的双手 力声喝道 你搞搞清楚 我没有欺负柳如烟 赵母娘剧烈地挣扎 我呸 你没有 我女儿最近天天魂不守舍的 我告诉你 她不好意思说 我好意思 你等着 我以后天天来你公司闹 你别想好好上班 听到这句话 我将她摔在沙发上 她当然不好意思说 不如你问问张志燕呢 赵母娘一愣 眼里立马闪过一丝窃喜 然后就滚了起来 大律师打人了 有没有人管管啊 办公室外同事都探头探脑的 我不耐烦地拍了段视频 发给柳如烟 她工作的投行离得很近 不一会就匆匆赶来 一段时间没见 她确实轻瘦了很多 也没有了以前高傲的模样 只是现在我的内心平安无波 她不敢正视我的眼睛 只低头拉着赵母娘 妈 别闹了 跟我回去 我之前就说过 我这赵母娘是个人精 她已经猜到了柳如烟和张志燕 发生了什么事情 闹着一出 不过是为了恶心我 果然她眼珠子 转了几圈 我这不是怕你受欺负吗 说着她拿起包 就跟着柳如烟后面走了 边走还边大声说 我运气不好 碰上了一个打赵母娘的女婿 我命苦啊 周围同事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 我冷声开口 我这边有笔录 你要不要看看到底是谁命不好 柳如烟的身子一僵 眼眶微红地看着我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赵母娘听到这话立马闭嘴 拉着柳如烟就跑了 我烦躁地踢了一下垃圾桶 回头看同事们的眼神 由八卦变成了同情 苦笑一声 我们虽然是税务律师 可他们是有十有八九都猜到了 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 心里越发烦躁 十四 中午的时候 柳如烟给我发信息 约我见一面 我捂着头想了很久 答应了她 也是时候做个了结 咖啡厅里 再见柳如烟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了酸涩 没有了难过 我想我已经阶段成功了 柳如烟低着头轻轻搅拌着咖啡 江灵 你什么时候回家 什么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只见柳如烟轻瘦的脸上满是悲伤 江灵 家里很空 没有人会做好饭等我回家 这几天我才发现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笑了 笑得很博良 每次都是这样 打一棒子给个甜枣 她居然能在一次次伤害我以后 还有脸说不能没有我 柳如烟 成年人给彼此留个体面不好吗 柳如烟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她抓住我的手 江灵我真的爱你 那天是意外 我以后不会再和只眼联系了 我将她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开 你爱我 所以你在纪念日那天丢下我 你爱我 你在我受伤的时候丢下我 你爱我 你去获张只眼上床 说着说着我满眼失望 如果这是你的爱 那我不要了 柳如烟越发慌张 不是的 不是的 那天真的是意外 我们都喝酒了 江灵 你信我 我面无表情地拿出手机 播放着那天的录像 然后残忍地开口 是吗 你朝红的面颊和沙哑的嗓音 是装不出来的 你们做了几次 偷情是不是真的很爽 柳如烟的手在颤抖 强装镇定地问我 江灵 你一定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吗 当然不是 只是你现在的故作深情 确实恶心到我了 我以为 你起码会说一句对不起 我闭了闭眼睛 用尽力气 按下心里那个卑微的自己 柳如烟离婚吧 给彼此一个体面 柳如烟慌张地站了起来 我不会离婚的 江灵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没关系 我可以等 说着他就拿起包仓皇而逃 而我如烟地喝完了这杯咖啡 这世间有些人 永远不会照顾别人感受 一如柳如烟 吝啬地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肯说 仿佛我就是一条狗 可以护之则来 挥之则去 江灵 别再见下去了 强扭的瓜是苦的 下班后 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闲逛 这偌大的海市 竟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容身之处 不知不觉开到了马阿安住的那片老小区 把车停在巷子口 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天色渐渐暗下 我摇摇头一笑 江灵 你在等什么 拍了拍方向盘 准备回家的时候 后视镜里 一个高挑的小姑娘奔跑而来 江哥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一见到马阿安 我的心就像拨开了乌云的月亮 立马下车走了下去 嗯 刚巧来这边半点是情 马阿安点点头 眼神不动声色地扫过地下的烟头 你吃饭了吗 我跟随本性摇摇头 他翻了翻口袋里的零钱 走吧 到了我的地盘 我必须好好招待你 我心下一喜 嘴里却说着 这怎么好意思 马阿安笑着伸出手 想要拉我的胳膊 又不知想起来什么 声声停住 他一拍脑袋 哎呀 差点忘记 慕俊哥说你已经结婚了 走了 走了 去吃饭 去挽了王婆婆的馄饨就该没有了 我脸上的笑容一致 忽然有点自卑 马阿安已经走出很远 见我没动 他停下来向我挥手 我犹豫了一会 还是跟了上去 王奶奶 两碗馄饨加鸡蛋 小姑娘点好馄饨 又跑去买了隔壁摊位 买了半好的凉菜 半荤半素 初初入秋 凉风袭袭 热闹的小巷子里满是人间烟火气息 馄饨有点烫 她呲牙咧嘴地扇着风 还不忘招呼我 快吃王奶奶家的馄饨 我从小吃到大 特别特别特别好吃 我忍不住笑了 慢点吃 又没有人抢 小姑娘又吃了口凉菜 享受得眯眯眼睛 我已经半个月没有吃这个馄饨了 难得吃一次 当然忍不住了 我慢慢吹凉汤勺里的馄饨 皮薄如馋翼 入口极鲜 舒服地胃态一生 真的不错 炖了炖又接着开口 你又不住笑 为什么半个月才吃一次呢 马安安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所以要慢慢吃 如果每天都来 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吃腻 就不喜欢了 他说着又喝了一口馄饨 一脸惬意 所以我就半个月吃一次 其他时间哪怕再馋都不来 这样我就会一直爱吃王奶奶的馄饨了 十足的小孩子发言 带着蓬勃的朝气 让我一天的郁闷一扫而空 又忍不住逗他 那如果都是你这样的顾客 这个老婆婆的生意恐怕不会太好 马安一愣 满面茫然 可 可 王奶奶的馄饨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生意一直很好的 我再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才反应过来 不过却没有生气 也跟着傻笑了起来 吃完饭 我在楼下看着五楼的灯光亮起 然后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 他是小姑娘可能不懂 江灵你不能不懂 以后别来了 与你与他都好 十五 一早楼下的花店就给我打电话 江先生 今天的鲜花配的杰梗和向日葵可以吗 恍惚间我才想起 工作稳定经济允许后 每隔几天我都会给柳如烟送一束鲜花 可他并不喜欢 冷着脸说在公司上班太高调了 我就改成了一月一次 所以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吗 聊天见面我发的电子档离婚协议 他迟迟没有接收 到现在为止 对于这段婚姻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体面收场 柯柳如烟一直不肯离婚 我不懂他在坚持什么 愣神间沐俊的电话打了过来 熟悉的大嗓门 今天马安他们省对选吧 你来不来 我转动着手中的钢笔 不去了 遇所忙 沐俊明显没感觉到我的异常 还一个劲地鼓动我 来呀 那小姑娘不错的 就是因为不错 我才更要离他远一点 小太阳应该远离阴霾 真的没时间 你去吧 沐俊见我说得毫不迟 就没有多劝了 那行 你忙 挂掉电话后 我顿时一阵心烦气躁 却没有任何办法 我现在根本分不清楚 这到底是喜欢 还是空虚带来的快感 所以以我现在的情况 靠近任何一个女人 只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何况我还比他大八岁 他还是个小姑娘 我怎么舍得伤害他 就这么煎熬着到了下班 准备打电话 喊慕俊来喝酒 可他的电话 倒是先打过来了 江灵 你快去马鞍家里 他外婆好像出事了 隔着话筒 能清楚地听到 小姑娘的哭声 我心里一紧 行 我马上过去 你让他不要着急 保险起见 我先打了120 然后连忙拉起钥匙 就冲了出去 下班高峰期 有点堵 我咬着牙开进的狭窄的小道 等赶到四城花园的时候 120和开索师傅都到了 推开门一看 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摔倒在地上 已经陷入了昏迷 等到医院一检查 还好 只是高血压引起的突然晕血 我尝出了一口气 不出一会 慕郡他们也赶了过来 小姑娘还穿着赛服 她跌跌撞撞地跑到病房里 放声大哭 外婆你没事吧 你不要吓我 我害怕 外婆刚刚清醒 她慈祥地摸着小姑娘的头发 胡说什么 我还没看到我们安安结婚生子呢 死不了 医生也在旁边说 幸亏送来得及时 没有大事情 住院几天观察看看 小姑娘这才抹抹眼泪 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 外婆看到我 眯起眼睛打亮了很久 艰难地说了一句 小伙子 幸亏你来得及时 救了我这条老命 我连忙摆手 外婆你客气了 话一出口 就感觉得哪里不对 索性现在也没人在意 我悄悄关上房门 把空间留给了他们两个 慕郡和燕威看到外婆没什么事 跟我打来的招呼 就先回队里 外婆毕竟年纪大了 没说几句话就累得睡着了 小姑娘从病房出来的时候 我正坐在长椅上闭目养神 姜哥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疲惫得柔柔太阳穴 客气什么 我和慕郡多少年的交情了 小姑娘纠结了很久 有些尴尬地咬了咬嘴唇 姜哥 这个住院的钱能不能 能不能 我站起来打断她的话 不用着急 外婆的身体重要 小姑娘表情轻松了很多 她跑去拿了纸笔 刷刷刷写了一张欠条 递了过来 姜哥 等我拿到比赛奖金 就把钱还你 说着她朝我弯了下腰 红着眼眶很郑重的道谢 外婆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真的谢谢你 我心下一软 生活的重担压在了这个小姑娘身上 却并没有把她压垮 她依旧活得像的太阳 忍不住摸摸她毛茸茸的头发 正准备问这次比赛成绩怎么样 身后传来柳如烟含着怒火的声音 姜琳是因为她吗 所以你要和我离婚 我身体一僵 她怎么会在这里 镇定地让小姑娘先回病房 然后走到柳如烟面前 出去聊吧 这里都是病人 柳如烟眼睛死死盯着马安安 到底什么都没说 跟着我走了出去 是她对不对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我点了根烟 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很龌龊 厌威队里的小姑娘 家里出了点事 我搭把手而已 柳如烟冷笑一声 江灵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清楚 如果你真的这么热心 就不可能坐到高级律师这个位置 我勾了勾唇 对我这个人冷漠自私 客柳如烟 你扪心自问 我对你不好骂 这点柳如烟没有办法反驳 她哭了起来 眼泪顺着脸颊 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 颇有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江灵 你离开以后 我才发现你把我惯坏了 衣食住行 每一处都有你的影子 我不是没试过放弃你 可我根本做不到 所以 现在我们扯平了 和好吧 只要你点头 我就放过那个女孩 太荒唐了 她简直太荒唐了 因为自己犯了错 就要把我也拉下水 柳如烟 你是不是疯了 我和她没有关系 清清白白 我们没有上床 没有接吻 没有拥抱 和你同张志燕 完全不一样 你不许动她 柳如烟 完全听不进去 我说的 她眼里满是偏执 我不信 一个字都不信 我只相信自己看见的 要么和好 否则我不会让她好过的 简直不可理喻 顾念着一丝过往的情分 我压着怒火 好言相劝 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破镜难缘 覆水难收 柳如烟 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 这几句话 仿佛用尽了我的全身力气 说完我掉头就走 再也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十六 因为上次的事情 我的心情又差到了极点 整个周末 嘟嘟窝在家里 借酒消愁 大门被拍得啪啪作响 打开门是木俊和烟威 两个人一脸焦急 江灵 那个颠婆柳如烟疯了吧 我还有点不清醒 晃了晃脑袋 柳如烟 她怎么了 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把暗的选拔赛 晋级名额给取消了 我一下清醒过来 什么 燕薇冷着一张脸 恶狠狠地看着我 安安的家庭情况 你也知道 这次的选拔赛 对她很重要 而且短跑运动员的 黄金年龄就这几年 你算是把她害惨了 木俊一巴掌 扇在自己的脸上 妈的 也怪我 大家心知肚明 马安和柳如烟 唯一的交集就是我 所以 也必然是我连累了她 我坐在沙发上 又灌了一大口酒 她现在在哪里 燕薇靠在门边上 医院 她还让我们不要来找你 只说自己从小到大 就运气不好 我起身冲了八脸 走吧 先去医院 到了医院 小姑娘眼眶红红 明显哭过 她看到我们来 做了个手势 让我们静声 然后粘手粘脚地走出病房 江哥 你来了 看着小姑娘明明很难过 又故作坚强的样子 我真的很心疼 对不起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 小姑娘闽闽嘴 会很麻烦吗 不麻烦 事情是我惹出来的 肯定由我解决 小姑娘挣扎了很久 张了张嘴 又把花咽了回去 我摸摸她毛茸茸的头发 我特地过来 就是为了跟你说 不要担心 这几天该训练训练 该吃饭就吃饭 别害怕有我在 她红着眼眶 点了点头 笨 是个好姑娘 我也就放心了 何慕俊打了个眼色 她把我送到柳如烟 上班的投行楼下 电话接通 柳如烟略有些得意的声音 传了出来 江灵 你想通了 我轻笑的一声 下来吧 还是接脚那个咖啡店 好 我马上到 等待的时间里 我想了很多很多 她那么聪明的人 会不知道我多在意张之夜吗 她知道的 但是她不在乎 因为笃定我会回来 后来见到我下定了决心 她虽然慌了 想的也只是用办法来逼我 她妈妈是试探 马安安是手段 不过就算没有马安安 也会有张安安 李安安 逻辑很简单 只要我犯了和她一样的错 我就没有理由去责怪她了 所以她得心理 我和她从来都不是平等的 我的记忆里天然地美化了柳如烟 其实她真的有那么好吗 我第一次产生了剧烈的怀疑 柳如烟匆匆赶来 气色比前几天好了很多 我摆摆手示意她坐下 收手吧 我不想闹得很难看 柳如烟避开我的眼神 江灵 我的要求你很清楚才对 我把咖啡给递给她 微微一笑 上次你或张之焰 我有视频 也有照片 还有笔录 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 让大家见到你优美的身体呢 轻轻喝了口咖啡 如柳如烟所说的一样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所以我又接着开口 不知道你的同事 看到自己分为女神的上司 如此应当的模样 会是什么表情呢 柳如烟的脸色一瞬间煞白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忘了高中时候 是我救了你吗 我当然可以 我是这海市最年轻的高级律师 我他妈给你做了五年的狗 那点恩情 已经被耗得点地不胜了 柳经理 柳如烟从来没有看过 我这般阴狠的模样 她有点惊慌失措 江灵 我爱你 我只是发现得太迟了 我挑了挑眉 不想再听这些没有意义的话 爱不爱的已经不重要了 立马收手 不然只能头条抱到剑了 柳如烟突然情绪很激动 她一把将桌面上的咖啡掀翻在地 你凭什么 我不过是犯了一个错 有必要这么揪着不放吗 我已经道歉了 你就不能和以前一样让让我吗 多可悲 这段婚姻里那些不眠的夜晚 就被这么一笔带过 我已经无话可说 多长时间能解决 我给你一天时间 柳如烟狼狈地看着我 你这是犯法的 咖啡没有了 我只能点了根烟 你确定要和一个律师讲法律吗 相信我你会后悔的 她的脸色青了又黑 黑了又白 绝望地倒在沙发上 今天下午 把烟头暗灭 离婚协议书尽快签字 财产分割上面写得很清楚 柳如烟咬着牙拒绝了我 离婚 离婚让你和那个小贱人在一起吗 不可能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那随你 大不了我多等一年 不过柳如烟 这样真的有意义吗 柳如烟哭了 哭得很大声 她悲气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没意义吗 可我做不到啊 我到现在才知道 我到底弄丢了什么东西 我站起身 一滴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中途下车的人很多 你也不必耿耿于怀 十七 柳如烟到底是怕事情闹出来 大家都难看 所以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 不过 那天在医院 也是我最后一次 见那个小姑娘 那个像太阳一样的小姑娘 已经活得很难了 就不必 再被我这种烂人 拉下泥潭了吧 拽一句文化 相望于江湖也挺好的 慕君的酒吧里 我一口一口地喝着酒 他拦不住 只能无奈地看着我 兄弟啊 你这命真的惨 你说以前怎么没发现 柳如烟是个颠婆呢 我歪歪头认真想了一下 也许他一直都是 只是我将他保护得太好了 慕君抱着头 靠在椅子上 也是 我们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 骨子里多少都是有点疯的 不过 你真的不见马安安了 我笑着看向慕君 见他做什么 我又不会短跑 见我有一回避话题 慕君气了一声 也好 那姑娘是个好孩子 我也舍不得 看你这种面善心黑的狗东西 糟蹋蹋 我吹了他一拳 喝酒 慕君笑着举起酒杯 好 喝酒 这段日子确实颓丧了不少天 今天刚进律所 跟前台打了个招呼 下午茶我请客 一阵欢呼雀跃 助理敲门走了进来 江绿 这是这几天的一些客户资料 我放你桌子上了 我笑着接过 好的谢谢 随手挑了一份 打开一看 顶龙木页 这不是张志燕家的公司吗 他家的公司出问题了 手指在桌子上慢慢敲打 还是合上了文件架 好不容易爬了出来 就别再陷进去 爱谁谁 爱咋咋吧 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突然小助理又推开了门 他抱着一大树花 江绿 你的花 放哪里 我有些烦躁摸摸摸头 柳如烟他到底在闹哪出啊 不对 所以我以前也这么讨人嫌弃嘛 小助理开着玩笑 我们江绿还是很有魅力的嘛 我顺手拿了包纸巾就砸了过去 笑骂道 滚出去 短短一月 雾是人非 最近柳如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天天给我送花 这是干嘛 硬得不行来恶性的 张之燕他妈的到底行不行啊 正烦躁着 电话铃声又响起 我后背惊起一声冷汗 最近来电话的没一个好事 果然沐俊一开口就是王炸 兄弟 你爸妈带着你弟弟来了 现在在我们酒店闹呢 你快过来 这一刻 我真心觉得沐俊碰到我这么个兄弟 就是到了八辈子的美 沐俊也在电话里开口骂道 老子碰见你真的倒了八辈子的美 等着我 马上到 去酒店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从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谈好了 每月五千块 他们回老家住 事反必有妖 他们是怎么找到沐俊的酒店的 他们这次又想要什么呢 十八 一进酒店房间里 就看见一口浓潭 捕在地毯上 我亲爹酒足饭饱后 惬意地抽着烟 烟灰全部落在了沙发上 我亲妈摸着丝绸的床单舍不得撒手 见我来了 讨好的冲我笑笑 江林你怎么瘦了 最近过得不好吗 我爸冷笑一声 为了个女人 自己亲爸亲妈都不要了 又怎么样 不还是被踹了 看来他们知道的挺多的 我就这么站在门边上冷冷地开口 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谁让你们来的 我爸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然后虚张声势地骂起来 我是你老子 凭什么不能来看你 你现在有钱 你朋友也是开酒店的 我要来城里过好日子 我妈也冲上来 拉住我可怜兮兮地开口 江林啊 我和你爸年纪都不小了 这次过来就不走了吧 我们在这里也能照顾你 是不是 他们年轻是好赌 基本没管过我 如今老了 反而要照顾我 我冷冷地打量着这两个人 我爸妈对于我来说 比陌生人还不如 陌生人起码不会用铁棍 打一个瘦弱的孩子 陌生人不会逼一个高中生 拿钱来买录取通知书 童年的一幕幕闪过我的脑海 他们两个说的 我一个字都不信 先收拾东西 离开这里 我爸立马激动地叫了起来 我不走 儿子杨老子天经地义 然后一个眼神过去 我妈纠结了一会 爬到窗户上 做事要往下跳 虚伪又夸张地喊着 儿子 妈知道对不起你 妈用命还给你 你别怪我们了 我紧紧握住拳头 默不作声 我爸得意地开口 江林 你妈一跳下去 我就去找报纸曝光你 你不是大律师吗 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 顿了顿又咬牙切齿地骂倒 老子不好过 你他妈也别想好过 他们明显是有备而来 这就是我的血脉之轻 我努力地稳住自己的情绪 你们先回我房子里 其他到时候再说 这下我妈也不跳楼了 一溜烟地跑去收拾了东西 收拾好了 他们先上了车 我不好意思地看着穆俊 兄弟 对不住了 穆俊被这一出搞得也没了脾气 江林 你的生活真的太精彩了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怪不得你要当律师 我苦笑着点头 回头有时间喊你喝酒赔罪 穆俊犹豫再三 江林 你爸妈怎么会突然过来啊 我看着地面叹了一口气 跟我有过节的 就那么几个人 先看看吧 领着他们回到了我现在的住处 我妈一进来就东看西看 江林 你这个房子也太小了 不够一家人住 要不你换个大房子呢 最近的事一桩接着一桩 我一直处在烦躁的状态 妈 不愿意住 你们就回老家 我妈立马晋升 再也不说话了 看着她那副很委屈的模样 我直接丢下一句 你们休息一下 晚上出去吃 然后就回了房间 无力地往床上依靠 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亲人缘的 比如我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的生意走了下坡路 所以我爸一直觉得是我客他 对我从来没有过好脸色 不过如果仅仅是这样 我也不会如此地恨他们 小学开始 两个人都迷上了赌博 我就再也没穿过一件和珅的衣服 没吃过一顿饱饭 每天晚上 只要说了等着我的 就是拳打脚踢 暴怒中的父亲 一脚一脚地踢着我的头 我的肚子 咒骂着 狗杂种 都他妈是你客的 我只能紧紧蜷缩在角落里 咬着牙不敢出声 那时 我唯一的梦想 就是活着长大 然后逃出去 我他妈也根本就不喜欢干律师 可我根本没得选 十九 约了晚上装监控 我把他们先带出去吃饭 结果在商场里 很巧合地碰见了张之焰和柳如烟 他们亲密地牵着手 在母婴店里选招衣服 海誓那么大 这可就太巧了 我心里大概有了猜测 顺势走了进来 柳如烟看到了我 立马甩开张之焰的手 江灵 你怎么来了 这一刻 我与张之焰仿佛调换了位置 我看着张之焰阴沉的脸色 笑了 笑得很畅快 好巧 你们在看什么 柳如烟立马慌张起来 下意识地用手轻轻抚过肚子 没什么 给朋友挑个礼物 我皱眉 想起上次 他就是在医院 看见我和安安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怀孕了 垂眸装作 有点伤心的样子 柳如烟 你不是说 不会再和张之焰联系了 柳如烟连忙拉住我 江灵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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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碰巧遇见的 对吧 之焰 张之焰的脸色更难看了 他几乎是咬着牙开口 对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那可真巧 柳如烟我爸妈来了 你要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柳如烟一愣 他是知道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 江灵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又来了 又是挨一棒子给个甜枣 所以 我才泥足深陷 花了五年的时间 才做出决断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眼里满是不减 你说什么 我爸妈来不是很正常吗 父母子女之间哪有隔夜仇 以前的事我早就忘记了 柳如烟怀疑地看着我 到底没开口说什么 好 那你等我一下 这时 我爸突然发火了 我不和他一起吃饭 我没在外面 勾勾搭搭搭地儿媳妇 呸 还大学生呢 我妈也开口附和 对啊 哪个正经女人在外面 和陌生男人搂搂抱抱的 江灵 这种媳妇别要了 柳如烟脸色一下煞白 加上最近轻瘦了许多 整个人摇摇欲坠 她紧紧地咬住唇 江灵 你就让别人这么侮辱我 我轻笑一声 我爸妈说的不对吗 柳如烟控制不住倒退了两步 张之焰立马心疼地抱住她 江灵 你父母和你一样 都很没有素质 如烟我带你走 柳如烟却一动不动 她如烟地看着我 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 慢慢地开口 江灵 我同意了 我们离婚吧 这一刻张之焰的脸上的喜色 简直遮掩不住 我爸妈也不约而同地露出笑容 我垂眸眼去眼中的嘲讽 你们想要做什么就能什么吗 我改主意了 我现在不想离婚 明天我搬回去住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柳如烟一把拉住我 江灵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突然发现我还爱你 明天见 说完我就直接掉头走出店门 妈的都算计我 都不让我好过 谁他妈都别想好过 闹了这么一出 晚饭也没吃成 回到住处 我让他们先上楼 然后在车里打开了监控 果然一到家 我妈就急着开口 这可怎么办啊 江灵不愿意离婚 那个张之焰不会不给钱吧 我爸直接摊坐在沙发上 点了根烟 急什么 不行 我们明天就跟着江灵回那边呗 那个儿媳妇 可没江灵那么能忍 我妈想了想也是 然后又接着开口 那你说 江灵会给我们买房子吗 我不想回那个村子里了 我爸低着头 眼里满是阴狠 买不买的由不得他 不行 我们就去他单位闹 闹得他没脸见人 闹得他失业 你看今天 他不就乖乖地 把我们接了回来吗 我妈听了这话 不自觉地勾起嘴角 安心地去洗漱了 你看这就是我的父母 冷笑着点了根烟 突然有点期待明天的见面 会是什么好戏呢 二时 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 满地的烟头 实在不想回那个 让我恶心的房子 突然监控里传来敲门的声音 我妈去开了门 你好 这里是江灵的家吗 我一下跳起来 那小姑娘跑来干嘛 也顾不得骑他 拔腿就往楼上跑 等我气喘吁吁地赶到家门口 只见小姑娘瞪着远远的大眼睛 警惕地抱着手里的布包 一步一步往后退 见状我摇头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怎么来了 小姑娘回头一看是我 眼睛弯了起来 江哥 我来还钱 比赛我赢了 我伸手想摸摸他毛茸茸的脑袋 却被我爸阴沉的声音打断 江灵交了新女朋友 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还把我们当成坏人来着 我心中嘎哒一声 坏了 又把他卷进来了 不等我反应 我妈就热情地拉住马安安进了房子 哎呀 多水灵的姑娘 瞧着都心疼 你在哪里上班啊 马安安脸色微红 阿姨你误会了 我过来是给江哥还钱的 我妈眼神扫过马安安手里的布袋 伸手就要去抢 结果一拉 再一拉 没拉动 她善善笑道 小姑娘家家的 劲儿挺大 没事还江林的钱给我们也一样 马安安不含意识地摸摸头 阿姨 我确实从小立即就大 然后紧紧捏住手里的袋子 绝口不提前的事 我更开心了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随手推开我爸 外婆身体好点没 小姑娘也又笑了起来 然后把布包递给我 好多了 前几天还说要请你去我家做客呢 江哥你点点看钱对不对 我妈伸手就要接 我警告地看了她一眼 她把漫漫把手缩了回去 又看向马安安 你家住哪里啊 外婆生病了吗 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 小姑娘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圈 阿姨 江哥知道我家的 明天你们一块来 哈哈哈哈 我忍不住笑出声 这个小机灵鬼 我妈这下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装模作样地打量着马安安 我看你年纪不大 满肚子坏心思 半夜来我们将临还钱啊 别是来爬床的吧 一阵怒火涌上心头 却看见小姑娘笑眯眯地开口 阿姨 我不太会爬床 爬您的坟头倒是行 毕竟我腿长 我瞬间目瞪口呆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小姑娘这么牙尖嘴利的 像只小狐狸 我妈气得脸通红 伸手就要给马安安一巴掌 小姑娘轻轻躲过 阿姨 你这老身板还是别动粗了 不然一会自己摔倒的 还说是我踹的 说完气呼呼地 把布袋往我怀里一放 气呼呼地就跑出去了 我紧跟着就追了上去 可架不住人是短跑运动员 根本追不上 马安安 你给我停下 小姑娘脚步一顿 气呼呼地看着我 干什么 我喘着气一步一步地挪了过去 暗自下定决心 明天就办张健身卡 谢谢你 小姑娘一愣 手指不自觉地揪着衣服 我刚刚骂了你妈妈 我扑斥一笑 对 所以谢谢你 这下马安脑子彻底短路了 牙尖嘴利的小狐狸 变成了呆萌的小兔子 我拉着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拧开一瓶矿泉水递给她 我自己则打开一罐啤酒 猛灌了一大口 小姑娘忍不住皱眉 你可真爱喝酒 我转头认真地看着她 我不爱喝酒 可是我很倒霉 总是会遇见很多不好的事 所以借酒消愁 小姑娘也很认真地看着我 我也很倒霉 可我从不喝酒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沉迷在她亮如星辰的眼睛里 然后第一次有了倾诉的欲望 她是个合格的听众 当听到我五年级的时候 被我爸一脚踢断肋骨的时候 心疼地红了眼睛 你爸爸可真坏 我笑了笑 又说起了我妈 她从不会打我 也从不会救我 只会在我被打得半死的时候 流几滴虚假的眼泪 让我以后听话点 不如我爸生气 就不会挨打了 小姑娘又瞪圆了她的眼睛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你是亲生的吗 我很想告诉她不是 可事实上 我一毕业就偷偷去做了检测 血缘关系99% 9.99% 摸了一下 她毛茸茸的脑袋 我又说起了柳如烟 我年少时的暗恋 我婚姻里的卑微 却在说到桌奸在床时 戛然而止 她不解地看着我 在疑惑 我怎么不继续说了 我往后一仰 转移了话题 我看过你比赛的视频 拿到第一名了 真的很厉害 小姑娘虽然有些害羞 嘴里的得意之色 却掩盖不住 没有很厉害了 一般般厉害 以后我要站在 国际的领奖台上 卫国争光 你下一次比赛 是什么时候 小姑娘转头 与我的目光交汇 天知道这一刻 我有多想吻她 可我不能 下个月五号 你要来看吗 我给你留张票 我心里计算着 时间有点紧 也不知道 能不能把所有人 都解决掉 再干干净净地来见她 见我没有回答 她挥了挥手 去 我要离跑到 最近那的张票 她捂着肚子 笑弯了眼睛 好 二十亿 今天来公司 我打开了 昨天没看完的资料 顶龙木页的 最新审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明显异常 张志燕的公司 要破产了 完全看不出来 她在掩饰什么 她为什么要费尽心机 让我和柳如烟离婚 真的是因为念念不忘吗 助理敲了敲门 江绿 您太太来了 我点了点头 试意她把人带进来 柳如烟今天穿得 颇为休闲 甚至踩着一双平底鞋 她坐在了我的对面 江绿 我怀孕了 是张志燕的 所以 柳如烟叹了一口气 一不错不不错 你可能觉得我是狡辩 可那天 我真的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好像一切都突然失控啊 可我从来没想过 要和志燕发生点什么 我和她之间 也只是那点年少时的执念 顿了顿 她接着开口 不过不重要了 也许你是对的 中途下车的人很多 不应该苦苦纠缠 所以江绿 我们离婚吧 我旋转着笔 仔细地思考着柳如烟的话 你什么时候怀孕的 可能是释怀了的缘故 柳如烟满面坦然 应该是我妈来你们公司闹那一次吧 我没控制住 很抱歉 婚内财产 你六我四 我抬头认真地看着她 那这一次 你是清醒的吗 柳如烟一愣 你什么意思 你 她止住了话语 想了很久冷声开口 你是说张之燕给我下药 我手指轻轻扣着桌面 你知道吗 张之燕家的顶龙木页的财务报表 非常难看 这个季度基本是入不敷出 不出意外的话 最迟下个月顶龙就会进入清算流程 除非有大额资金注入 柳如烟的脸色有点沉重 身体在微微轻颤 江灵 诚然我现在的工资不低 可以补不上那么大的窟窿 你确实补不上 可你手里的大额基金可以 柳如烟吓得站了起来 我起身给她倒了杯水 示意她冷静一点 她猛地喝了一大口水 这都只是你的猜测 我自己也泡了杯茶 当然 可柳如烟你输得起吗 如果没猜错 张志燕已经跟你求婚了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真的 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的档案里一辈子都有污点 柳如烟有些崩溃地抱住了头 给我两天时间 我需要自己去找一个答案 好的 我等你的消息 和柳如烟谈完以后 我又仔细地复盘了一圈 确定问题应该不大之后 拿起钥匙去了慕郡的酒吧 什么 帮你看着马安安 你疯了吧 看着慕郡这惊讶的样子 我难得老脸一红 事情最快要下个月解决 我这不是怕吗 怕有人杰足先登 我就说你小子没憋好屁 我呸 之前装的人五人六的 我无奈地苦笑 可给他逮到机会了 可之前我哪里敢呢 哪里敢接近那个太阳一般的小姑娘 我实在是怕 怕我会不经意地伤害他 怕他被卷入这些是是非非 之前情况不一样 现在只要能把事情一次性解决 我的条件也不算差吧 慕郡喝了杯酒 一次性解决 你父母也一样 我点了根烟 烟雾缭绕模糊了我的脸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不过大概率是要进去的 不说这个 慕郡你可得把我看好马安 不然我不活了 慕郡捂着肚子笑个不停 你这个恋爱脑啊 大概一辈子都治不好了 不过阿安娜的小姑娘值得 她和柳如烟不一样 我眼前是阿安娜一颦一笑 深有同感的点点头 对 她确实不一样 不过 她要是不喜欢你呢 你在死皮赖脸的追五年 我一愣 之前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 摸了摸自己松了的腹肌 是啊 如果她不喜欢我呢 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这我她妈确实没办法 二十二 坦白说 柳如烟比我想象中的来得还要快 江玲 你是对的 我还不意外 一切都太巧合了 而真相往往是最伤人的那一个 所以合作嘛 柳如烟的脸色很差 她忍不住干呕了几声 我连忙倒了杯水给她 虽然孩子不是我的 但老婆目前是我的 她喝了几口水冷静地开口 我需要怎么配合你 我坐会椅子轻轻开口 把家里收拾好 装一下监控 最近冷一下张志燕 放一些假信息 过几天 我会带着我爸妈过去 另外 这个孩子 你确定要留着吗 柳如烟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 脸上浮现出很温柔的神色 她是我的孩子 我应该保护她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去柳如烟家的路上 我妈不停地问着我 江玲 你现在是大律师 为什么一定要一个破鞋呢 妈给你重新介绍一个吧 我开着车 面不改色地背着台词 我想清楚了 我爱柳如烟 我离不开她 我妈坚持不懈 妈是过来人 妈知道 柳如烟她一看就怀孕了呀 她怀了别人的孩子呀 我想了想 忍着恶心回道 孩子是谁的很重要吗 老婆是我的不就行了 我爸妈一脸便秘的神色 满脸写着你脑子有病 等到了这边的房子 柳如烟微笑地站在门口 爸妈你们来了 我爸冷哼一声直接走了进去 我妈也没理她 只有我心疼地看着柳如烟 你辛苦了 最近工作那么忙 还在门口等我们 海外那笔三个亿的基金到账了吗 我爸妈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 而柳如烟看着我油腻的脸 下意识地干呕了几声 不过职业素养还行 没忘了台词 笨 在我账户里了 明天去公司入账 我夸张地点点头 好多钱啊 我们赚几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 柳如烟白了我一眼 是以我适合而止 别戏多 我轻轻嗓子 老婆我们出门走走吧 医生说多运动对孩子好 行 我先把房门锁一下 电脑里面好多资料 我爸立马拦住了柳如烟 家里就剩我们两个人 锁什么门 是不放心我和你妈 柳如烟有点不好意思的开口 不是的 可是我爸挥挥手 可是什么可是你们去散步吧 我们在家里什么事情没有 放心吧 我们两个对视一眼 柳如烟把房门钥匙放在了鞋柜上 那我们一会就回来 爸你们千万别进我房间啊 我爸扬装发火 知道了废话那么多 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 大门已经关上了 监控里 我爸着急的来回夺步 老婆子 你刚听见没 柳如烟的电脑里有三个亿啊 说着他狂咽了一口口水 把这个钱拿到手 我们这辈子就吃喝不愁了 我妈还有点担心 这样不好吧 看江林说的这钱 好像是柳如烟公司的什么基金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我爸阴狠的一笑 出事也是他们担着 我们早就跑出去享福了 我妈显然还在犹豫 可是 别他妈可是了 那苦日子我是肯定不会过了 你要过你自己回去过 我妈到底是同意了 我这个儿子哪有那么重要 可是 那个电脑我们也不会搞啊 活人还能被尿憋死 我爸立马给张之燕打了电话 江林看来不会和柳如烟离婚了 我怎么说都没用 张之燕不知道 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什么 我爸也发火了 这关我什么事 你自己没用 反正钱你必须给 什么 他们都不在家 出去散步了 对 柳如烟的电脑在 我是他公公 他能防着我吗 挂了电话 我妈人傻了 老头子 你怎么知道的 我爸点了了根烟 赌博厂里混了那么多年 第一次看那小子 就有那种疏红了眼的感觉 什么爱情 我呸 除了我们那个傻逼儿子 谁会干这种亏本的事 此言一出 柳如烟尴尴尬地看着我 眼里隐隐有情愫流动 他甚至想摸我的我的手 我吓得往后一退 这可不行 我得干干净净地去找我的小姑娘 见我躲开 柳如烟有些难过 然后强撑着笑 江灵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 以前我等这句对不起 等了很久 只是没想到真正释然的时候 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 我摆摆手 没关系 一切都过去了 柳如烟还想再说什么 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又咽了下去 我们再无话可说 沉默着如烟等待 二十三 张之焰来得很快 看来确实是被逼的狗迹跳墙了 他静止就想走进柳如烟的房间 我爸伸手一拦 张先生 你这是要赤毒食 张之焰看着我爸黑黄的牙齿 阴森干枯的脸 眼里满是忍耐之色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刚好有份资料在柳如烟电脑里 我爸轻蔑地挑了挑眉 你把我当傻子啊 我儿媳妇电脑里可是有三个亿 我要一半 张之焰忍不住嘀吼了一声 你疯了吧 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就敢开口要一半 我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反正我要一半 不然我的嘴可没那么老实 监控里张之焰紧紧握着拳头 一把推开我爸 先把钱搞出来再说吧 搞不出来都白打 只看见张之焰进了房间 用入盘在鼓道着什么 不出意外应该是木马病毒 然后转头跟我爸妈说 一会想办法让柳如烟输一下密码 然后给我电话 事成以后我带你们一起去美国 我爸妈脸上的喜色简直遮掩不住 连连点头 在没人看见的角落 张之焰骂了一句脏话 柳如烟的脸色 张之焰一进房子开始就变得阴沉无比 到最后他苦涩地笑了 是我眼瞎 我想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 然后又觉得最惨的是自己 没事的都会过去 柳如烟擦了擦眼泪 又变成那个坚毅冷漠的女强人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他们现在属于预谋犯罪 判得不会太重 唯一会转三个亿的越南盾 进你账户 你正常输密码 张之焰收到钱的时候 就可以报警了 柳如烟深呼吸了一下 好 那我们回去吧 我点头 突然看见慕俊发了一个视频过来 训练场上一个英俊的男孩子 递给马安一瓶水 两个人站在一起 狼才男女的特别碍眼 我看一眼心里就堵得厉害 忍耐不住地走到墙角 给慕俊打了个视频 我不是让你看着的吗 慕俊一脸无辜 我管天管地 也架不住安安讨喜啊 河里怀疑他是故意气我的 我咬着牙问 那小子什么来头 慕俊浮夸地说 隔壁游泳队的 那身高 那腹肌 我是女的 我都愿意跟他谈恋爱 我也有腹肌 五年前还能比一下 现在嘛 哈哈哈哈 我冷着脸挂断了电话 心里已经决定下次请燕威吃饭的时候 聊一下慕俊的前女友们 得加快进度了 我和柳如烟一前一后地走进家门 一进来我妈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而媳妇 能不能用你的电脑给我看一下电视剧 电视坏了 柳如烟直接拒绝 妈 这是我的工作电脑 你们不能碰的 可我妈不依不饶 那你想憋死我吗 我在城里无亲无故地 看个电视都不行 我真命苦啊 柳如烟求救地看了我一眼 我装作有点烦躁地开口 你把账户检查一下 然后锁起来 老这么闹 楼底下会投诉 柳如烟文言无奈地 看着撒泼打滚的江平 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当她打开电脑 检查账户的时候 我爸妈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密码一书 我爸立马跳起来 我出去遛个弯 然后飞一样地跑了出去 没有一丝犹豫 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 没有一丝犹豫啊 二十四 很快柳如烟的电脑黑屏了 我妈什么东西都没带 就着急忙慌地跑了出去 江陵 这地方我住不惯 我跟你爸先回老家 我如烟看着他们走下电梯 消失在小区门口 内心五味惩杂 转头看向柳如烟 那边出发了吗 柳如烟不含一丝情欲地抱了我一下 出发了 江陵一切都会变好的 脸上湿漉漉的 我一摸原来是眼泪啊 喃喃自语 是的 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给过他们机会 这样的血脉之情 不要就不要了吧 因为提前做好了所有准备 我爸妈还没出事 就被逮捕 张之焰也在飞机场被拦下 审讯室里 张之焰恶狠狠地看着柳如烟 你是故意的 你这个贱人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柳如烟很平静 张先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张之焰疯狂地挣扎 两边的警察险些按不住 张先生 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叫的 贱货 你这个贱货 柳如烟轻轻一笑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警察同志我怀疑我被迷奸了 请查一下张之焰最近的购买记录 说完他慢慢走进张之焰 挑了挑眉 你身材不错 我就当消费了 八万块可真便宜 张之焰立马听懂了 他歇斯底里地骂着脏话 柳如烟连停都没停 另一个审讯室里 我爸妈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见我来了 我爸再没有了往日的高傲 他抱住我的腿 江灵 我们是被骗了呀 你知道的我和你妈没什么学历 哪里知道这些 你和警察求求情 我不要坐牢 我看着苍老的男人 脑海里闪过的是童年的一次次虐打 最后定格在那个毫不犹豫的背影 爸 法不容情 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谁也不会例外 我爸 鼻涕眼泪都糊在脸上 再也装不下去 狗东西 老子就知道你生来就克我 小时候我就应该打死你 我勾了勾唇 是吗 那现在迟了 我会活得比你们都好 我妈的脸色立马白了 江灵 我是你亲妈 你不可以的 求求你 妈求求你了 妈不想坐牢 看着两人时而怨恨 时而害怕的表情 我没有再去说些什么 掉头离开 我想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车里 我和柳如烟相对无言 两个人都像死过一次一样 两久柳如烟开口问我 江灵 我们认识有十年了吧 我不解的看着他 是 怎么了 那个时候你被霸凌 其实有我的推波助澜 因为你来了以后 我永远都是第二名 见我没什么多大反应 柳如烟又接着开口 可是后来我后悔了 只是没想到你会因为这个爱上我 大学我家破产 你对我越好我就越心虚 我点了根烟示意他继续 所以我纵容我妈侮辱你 刻意地冷淡你 不过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偷 手捧巨腹 日夜不眠寝食难安 柳如烟的眼泪顺着面颊滑落 江灵你很好 是我不配 是我耽误了你一辈子 我用指尖掐灭烟头 都过去了 明天去领证吧 财产我要七成 柳如烟居然笑了 答应得很爽快 好 二十五 约了时间 和柳如烟去了明政局 一个月冷静期 慕俊每天每天 准时准点地给我发 有勇对那小子 或满安安相处的视频 还要说两句 狼才女貌哦 真甜 我粉了 此子中山狼 得失便猖狂 我打开文档 开始回忆慕俊历届女友的姓名 配上照片 做成五十页的PPT发给了他 慕俊跟后面就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大哥 我开玩笑的 不 人家狼才女貌 大哥 我错了 我错了 还不行吗 不 人家狼才女貌 大哥 不至于 明天烟威队里赛前聚餐 你来不来 我笑咪咪地看着他 你想办法挪到后天 我后天领证 慕俊骂骂咧咧 笑面虎 死狐狸 安安也是到了八辈子的妹 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抱着头闲闲靠在椅背上 看着落地窗外美得不可思议的夕阳 这一天 一切都很顺利 最后的最后 柳如烟摊开手 做了一个拥抱的手势 我拒绝了 没必要 最好的前任应该和死了一样 一脚油门直奔饭店 我的太阳我来了 结果他妈的一进门 就看到了游泳队那小子和小姑娘坐在一起 窃窃私语 欢声笑语 甜言蜜语 总而言之就是很开心 我心里堵得厉害 板着脸走了进来 小姑娘看到我有点惊讶 姜哥你怎么来了 看着他那双信任般的眼睛 我似乎有千万句话想说 我离婚了 我喜欢你 我可以追你吗 可话到嘴边又变成 慕俊看我一个人可怜 就把我喊来了 小姑娘不解地看着我 他旁边的男生忽然开口 宝贝 这个大叔是谁啊 你们很熟吗 小姑娘立马转头看着他 哦 这是姜哥 人很好的 上次我外婆住院 他帮了我好多 那男孩笑得很妖艳 我知道用这个词形容男生 可能不合适 可也找不到别的词了 姜哥你好 我叫李大力 你叫我达令就好 这一刻我简直草多无口 大叔 达令 现在年轻人脑子都毛病吧 看到我一脸便秘的样子 慕俊忍着笑拉着我坐了下来 姜玲 大力和阿安是好朋友 你别介意啊 这家伙到底是那边的 我咬牙切齿地哼了两句 不在意 不在意 可那个李大力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登登登就挪到了我的旁边 姜哥 你穿的这身西服好有味道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憋得脸通红 律师 他娇秀地捂住嘴夸张地喊道 律政精英那种吗 天哪 太迷人了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却又说不出来 只能硬着头皮回道 呃 行业内比我优秀的人还有很多 李大力又悄悄把椅子往我这边移了一点 整个人都要贴在我身上了 我浑身汗毛竖起 差点都要跳起来 马安突然一把把李大力拎起来 可爱的脸上满是凶汗 这个 我的 懂 李大力假笑了两声 迅速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座位上 宝贝 人家开玩笑的辣 你凶我 小姑娘直接坐到了我身边的位子 没有凶你 本能反应 我虽然听不太懂 却有点开心 她这样是不是也喜欢我呀 我们是不是双向奔赴啊 这一顿饭 我有点心不在焉 小姑娘一把按住我的筷子 你不是不喜欢吃肉 我点了很多蔬菜 你别为难自己 我一愣才发现自己加了一筷子羊肉 然后心里满是甜蜜 没事 你点的我都爱吃 慕骏低声骂了一句 这傻子没救了 二十六 月色浪漫 晚风袭袭 月光下的少女像精灵 我沉醉不已 此情此景 有些人真的很碍眼 我一把薅柱 偷偷钻上上妇家的李大力 皮笑肉不笑地说 同学真的不顺路 李大力忧愿地看了安安一眼 宝贝 小姑娘忍住笑 板着个脸 在闹明天揍你 李大力瞬间变了脸色 哭着上了木军的车 我有点犹豫 她不会有事吧 小姑娘豪迈地摆摆手 没事 她经常哭 我都习惯了 我按住自己狂跳的心脏 不自然地摸了下鼻子 上车吧 我送你回家 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 却一点都不尴尬 似乎有一种诡异的默契感 看到王婆的馄饨摊 我不自觉笑了 你多少天没吃馄饨了 小姑娘掰掰手指头 十一不十二天 那三天后 我们一起来吃吧 不要 我的笑容僵在脸上 有点不明所以 小姑娘叹了口气 大后天我要比赛了 明天就出发 就行事 紧张吗 小姑娘突然用很奇怪的眼神 看着我 紧张 怎么你有办法缓解吗 我松了松衬衫的扣子 哑着嗓音开口 有啊 当特别紧张的时候 来点惊吓就会好很多 真的假的 那我回去看口 呜 未尽的话语 淹没在稀碎的纹里 她没有推开我 只瞪着大大的眼睛 里面装满了卑劣的我 我伸手捂住她的眼睛 如果不喜欢你就摇摇头 她没有 我轻笑一声 加深了这个吻 她柔软的唇 让我痴迷不已 很久很久 直到这个好胜 而又青涩的小姑娘 学会了技巧 一把按住我反手为攻 两人分开时 唇角拉起一串银丝的丝线 她气喘吁吁地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 当了一回老流氓的我 难得得有些羞涩 我喜欢你 我离婚了 我会努力锻炼身体 我也会有八块腹肌 所以 头皮微微发麻 紧张地咽了口口水 所以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小姑娘有一瞬间的愣神 然后眼如弯月 露出可爱的小虎鸭 姜哥 如果这次比赛 我拿到了奖杯 我就答应你 我不是很能理解 在一起和奖杯 有什么关系 小姑娘看出了我的疑问 她看着窗外的月亮 伸了个懒腰 姜哥 我不知道别人 对爱情的第一反应 是什么样的 可我的是自卑 你懂吗 我理解 却又不是太理解 小姑娘轻轻笑了 姜哥 你是海市最年轻的 高级律师 你住在我买不起的房子里 你很优秀 这种优秀 会让我觉得 自己配不上你 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小姑娘又继续开口 那么这段关系里 这种自卑 可能会让我变得卑微 变得小心翼翼 我不想变成这样的人 不论什么时候 我首先是麻啊 其次我才可以喜欢你 你懂吗 我要的是 势均力敌的相伴 很难描述我现在的感觉 我的心脏 似乎有一瞬间的暂停 小姑娘完美地 复述了我与柳如烟的十年 不同的是 她真的活得很通透 而确定她也喜欢我的时候 我又有一瞬间是狂喜的 这种踩在棉花上的不真实感 仿佛一瓶加了辣椒油的陈醋 酸甜苦辣咸 样样皆有 这一刻 万般情绪有口难言 我双手捧住她圆圆的脸颊 那你要加油 我会再站在离跑到最近的地方 等着麻安成我的女朋友 小姑娘摆了我一眼 脸上带着年轻人独有的意气风发 你就等着瞧好吧 27 比赛这天 慕俊看着穿的和新郎一样的我 脸上写满了无语 你有病你就去吃药 行不行 我拉了拉领结 瞥了她一眼 你上次坑我那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现在给我闭嘴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让我一个月 请示南安的李大利 喜欢男孩子 然后我就立马反应过来 这狗东西是故意的 不过现在先放她一马 正前方燕薇带着小姑娘 在做上场前的热身 她看到我挥了挥手 我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广播声响 所有参赛人员陆续登场 摆好起跑姿势 一声枪响 马安安穿着火红的赛服 一马当先地跑了出去 我的心跟着她的脚步跳动 这短短数十秒 让我汗透了衬衫 直到慕俊抱住我疯狂的大吼 赢了 赢了 安安是第一名 我悬着的心才慢慢落下来 拉着慕俊往里面挤 边走边说 以后不许叫安安叫弟妹 慕俊整个就被我恶心到了 他无语地骂了去 我呸 我恍若未闻 眼里只有那个太阳一样的女孩子 她飞速地向我奔来 请多指教 江先生 我被撞得后退两步 再一次地提醒自己 一定要去办张健身卡 请多指教 马安安 交往后的第一件事 我们去看了房子 小姑娘一脸的抗拒 我慢慢握住她的手 你说得很对 爱情的第一反应确实是自卑 我也不例外 她窝在我的怀里太乖了 又忍不住轻着一下她柔软的唇 所以 不要拒绝我 我比你大很多 我是黎毅 我除了有些钱以外 什么都没有 可我真的喜欢你 所以 给我一个机会照顾你 小姑娘眼眶微红 未尽的话语被我用唇齿封住 谁也不知道未来如何 只是许下诺言的这一刻 我想的是 牵住你的手 从心动到古西到尽头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